来源 彭泰新闻 11月减少二成 持平城市一个较11月减少一成 下跌城市62个较11月增加三成 从各等级城市新房销售价格来看 2023年12月份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均下降 且降幅均有所扩大 数据显示 去年12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 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其中 北京持平 上海上涨0.2% 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1.0%和0.9% 二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4%和0.5% 降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认为 新房价格仍然存在下行压力 上涨城市数量刷新2018年以来新低 总体环比跌幅进一步扩大并降至近年来低谷 去年12月 新房价格下跌 也不排除有年末房企促销力度加大 以价换量现象增多这一部分的影响 具体到各个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1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七个城市 分别为西安 太原 石家庄 南宁 上海 长春 成都 其中 西安新房价格涨幅领跑 西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5% 太原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 石家庄 南宁新房均上涨0.3% 上海新房环比上涨0.2% 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数据 从城市层面来看 环比稳中有升的城市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京库 两个一线城市 十二 十四新政释放强烈利好信号 市场迅速升温 在市场信心或一定提振的背景下 新房价格走势可观 形成稳中有升局面 其中 北京去年12月新房价格环比维稳 上海环比上涨0.2% 二是以成都 西安 太原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 在多城价格普遍进入下行通道的背景下 部分省会城市凭借相对稳健的改善需求 支撑起房价稳步上行局面 其中 西安环比涨幅0.50% 此外 杭州 合肥 宁波 长沙 三亚等部分热点二三线城市 新房价格一较坚挺 虽然单月环比回落 但同比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 七十城二手房价格环比全线下跌 从二手房情况来看 2023年12月 七十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全部下跌 无意成环比上涨或持平 根据一区研究院监测数据 这是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 二手房价格自2014年10月以来首次全部下跌 即110个月后 首次出现二手房全部下降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去年12月份 各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 一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1.1% 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 其中 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 分别下降1.2% 0.6% 1.5%和1.1% 二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8% 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三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8% 降幅与上月相同 一类人士指出 当前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行压力大于新房 市场情绪底部徘徊依然是房价上涨动力不足的重要影响因素 供求关系改善或为重要突破点 同比方面 2023年12月份 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3.5% 4% 4.2% 降幅分别较11月扩大0.6 0.4 0.3个百分点 从各等级城市看 去年12月 仅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降幅有所收窄 一类认为 主要系经户新政 对市场情绪短暂改善 价格收窄相对明显的拉动 但相较去年同期 二手房价格下行趋势仍较显著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 目前一线城市的降幅已收窄 房价见底回升的动能正在储蓄中 而二三线城市 降幅保持了相同节奏 郑州 武汉 南京 厦门等地的二手房 受新房价格调整影响 加之二手房挂牌量不断增多 导致房价下行压力增大 这一趋势 预计还将在今年一季度持续 广东省城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指出 回顾2023年 一季度小阳春后 新房和二手房经历了持续回调的态势 六月份以后 由于就业 消费 预期等基本面下滑 加上房企风险继续蔓延 新房和二手房价出现了下行态势 其间年中和年末 一线城市两度领跌 展望2024年 一季度季节性地出现小阳春 但力度上要比2023年一季度弱很多 预计2024年一季度房价继续在低位徘徊 可能继续出现阴跌 由于传统销售旺季之称 短期内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好消息是稳增长重回经济重心 稳经济 稳预期的政策措施会增加投放 对房价的利好将在二季度及以后体现 再次提电视段